这个小长假我们除了可以走出家门清静自然 其实还可以品尝一些文化大餐 比如说这个原创肢体儿童剧老人与海 近日就在北京亮相了 这部剧改编自海明为同名小说 借助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审美的元素 通过舞蹈肢体戏剧的形式 带领少年儿童重新解读这部世界经典名著 美丽的海洋精灵海豚 调皮的海底丑八怪章鱼 霸气的海洋强盗鲨鱼悉数登场 温暖的孔明灯 挺拔的椰子树 神秘的古帆船 尽显东方韵味 丰富多彩的木偶表演 幽默生动的肢体表达 多媒体打造出的三地海底奇景 带来一场全新的视觉体验 老人与海讲述了和海洋相伴一生的老渔夫 坚信坤的存在并不断寻找 海神节这一天在众人的嘲笑声中 老渔夫和小鱼儿挥手告别 再次踏上了寻找坤的旅途 很多的家长一直希望如何解读名著 或者说给孩子怎么讲名著 但是总觉得这种名著离孩子的距离特别远 所以呢我们这次以儿童的视角 尝试着来把世界经典名著小说来改编一下 故事本身除了保留原著中经典的人物情节 还巧妙的结合了中国古典文学逍遥游中 北名有鱼齐名为鲲的大鱼传说 老人与海剧中人物形象塑造 剧目背景及剧情线索 铺开主要借助舞蹈肢体形式来呈现 让孩子能够多看点世界民主 毕竟这部剧达到了目的就是用中国的元素 中国的这个一些特征来去解读世界民主 它拓宽了儿童的空间想象能力 它既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是放眼于国际视野的 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儿童剧的创作的尝试 该剧将在海淀工人文化工上演至4月4日 北京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